一齊看看今天的財經消息 正直南加州房地產市場放緩 以及隨著抵押貸款利率上升 而對房屋的需求下降之際 從事互聯網房地產交易經紀服務的公司Redfin 在星期四就發佈了一份報告 報告指由於抵押貸款利率飆升 及庫存增加房地產的市場降溫 產員近40%的賣家和洛杉磯30%的賣家 在六月份降低了掛牌的要價 在河邊市36%的賣家上個月降價 在大流行的前兩年 由於抵押貸款利率處於歷史的低位 庫存低及在家工作的政策 房屋需求量巨大 改革地區的房屋價值飆升 很多絕望的買家為了獲得一所房屋而出價過高 但是那些日子似乎已經結束了 處於歷史高位的通貨膨脹 美聯儲為了壓制通脹而採取的加息措施 積極反應及其他因素正在導致房地產市場方緩 Refn的高級經濟學家表示 迫在眉睫的衰退遙遙欲墜的經濟 股市低迷及更加高的貸款利率正在導致潛在買家 按了暫停的按鈕 據貸款抵押公司 房地美報導 截至到星期四平均30年 其抵押貸款利率是5.5% 較年初增長了2.2% Reports on Housing的經濟學家 Seven Thomas表示 隨著利率持續上漲 房屋需求已經大幅下降 直到大衰退期間最低的水平